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牧師傳道 各位弟兄姊妹們 祝你平安 那我今天的分享不會用到PPT 所以請大家預備好你們的聖經 電子檔也好 或者紙本聖經也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隨時翻閱一些經文 然後我們一起要來讀一些經文 在2020年世界上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COVID-19的萊西 那許多教會就因此被迫幫上網 進行線上的禮拜 其實到今天很多教會 也仍然持續地在做這個線上的禮拜施工 但是其實這個線上的禮拜 對教會音樂的同工 包括我們後面的音控人員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對不對 那這裡我就要問一個問題 其實也是幫教會音樂同工們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在直播 線上禮拜的時候 這些詩歌 或者詩班的詩歌 或者讚美團的詩歌 我們在家裡面看這些禮拜直播的時候 我們在聽著這些音樂的時候 我們有跟著他們一起唱嗎? 很大聲 很大聲 很好很好 感謝主 那但是 其實有的聲音很少 沒有的聲音很多 我們真的不得不承認 我們在這個虛擬的線上禮拜當中 其實慢慢的已經導致了許多基督徒 不再開口歌唱 這也讓我們不僅再問另外一個問題 難道教會沒有音樂就不能敬拜嗎? 難道教會一定要用音樂嗎? 沒有音樂就不能敬拜嗎? 你們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如果音樂同工不敢想 因為如果他們知道這個答案的話 可能他們就失去放晚了 OK Anyway 今天我們就要從聖經來找這個答案 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感謝我們創造萬物的善主 吃給我們有生命氣息 我們可以發出聲音 來歌頌讚美你 主啊 我們感謝你吃給我們 這麼優美動聽的禮物 讓我們在音樂當中 我們可以更加的認識你 認識你的作為 體會你的同在 牢記你的話語 雖然我們曾經有疫情的打擊 但是今日我們依然可以聚在一起 同聲歌頌讚美你 這是何等美妙的恩典 我們向你獻上滿心感恩 主啊 求助你打開我們的耳朵 打開我們的心 幫助我們在今天早上的信息當中 我們可以更加認識教會音樂 並激發我們的心靈 使我們更願意開口歌唱讚美你 宣揚你 榮耀你 我們如此早告 奉主名求 Amen 在西伯來聖經當中 有一幅非常 輝煌榮耀的畫面 就是當時候的聖殿敬拜 以及當時候的教會音樂 最高峰的時期 你們知道這一幅畫 記載在哪裡嗎 就是在歷代至上二十五章 一到八節 所以我在說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自己發開聖經 歷代至上二十五章 一到八節記載著年紀老邁的大衛王 他在臨死之前呢 他的心還在挂念著建造聖殿的事情 他精心交代一些後事 這些後事呢就是要如何建造聖殿 以及聖殿建造好之後 要如何安排聖殿裡面的服飾 所以歷代至上二十五章一到八節呢 他這裡就特別交代說 聖殿建造好之後 必須要有音樂服飾 怎樣的音樂服飾呢 就是要安排立位之派的領袖 雅撒 西曼 耶都頓 教導他們的子孫 在耶和華的殿中唱歌 並且要以敲伯 彈琴 鼓舍來伴奏 聖殿中的音樂服飾者 在歷代至上二十五章裡面記載 總共有兩百八十八個人 他們分了二十四個班次 輪班侍奉 這其實是對大衛王 對上帝滿心感恩 而發出的一個想法 大衛王想要為上帝建造聖殿 但是大衛王的手中 流了許多人的血 因此上帝並不允許他建造聖殿 而是由他的接幫人 是誰? 所羅門王 大衛王的接幫人 所羅門王 他就成就了這個建造聖殿的計劃 並且也設立了高水準的音樂服飾的計劃 然後 然而 這位建造聖殿的所羅門王 並且是被稱為 歷史上最有智慧的王 他的下場是如何呢? 他最終卻在自己的私生活中跌倒 我們看烈王紀上十一章 他這裡記載說 烈王紀上十一章三節 聖經記載說 所羅門王他沉迷於女色 他娶了七百個公主 還有三百個嫔妃 而且這一些女子呢 大部分 或者說全部都是外班女子 而他的心也被這一些妻妾 誘惑去敬拜了外班的神 生命紀十七章十七到二十節 清楚的記載說 以色列王是不可以為自己多利嫔妃的 很明顯 所羅門王他就娶了一千多個女生 他的後宮 後宮加利沒有三千 但是至少有一千 那生命紀十七章也記載說 以色列王不可以為自己多積金銀 不可以為自己累積金銀財寶 但是在歷史上我們也知道 修羅門王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一個君王 王還必須要在祭司的面前 抄寫律法書 而且要每天誦讀律法書 使他學習敬畏耶和華 他的上帝 謹守遵行上帝的誡命 免得這位以色列王心高氣傲 偏離正道 但是很明顯的 也很可惜的 為上帝熱切建造聖殿的所羅門王 他卻完全違背了一個 以色列王應該要遵守的職責 很諷刺的是 所羅門王自己在真言書 四章二十三節中也有說到 你要保守你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發出 但是這位王他卻自打嘴巴 他並沒有好好保守他的心 他的心被外邦人的妻妾 誘惑去敬拜外邦的神 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很多 基督徒敬拜生活的寫照 有的人在教會裡面 非常熱切地參與教會的事工 以及參與每一場禮拜的服飾 不管是台前還是幕後 甚至有一些人也奉獻了很多金錢給教會 不管是在建堂 還是在購買我們的硬體設備等等 但是一旦我們走出教會的時候 我們卻不知不覺地脫下新人 穿上舊人 我們早上用來敬拜歌頌的嘴唇 在吃午餐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論斷別人的八卦 甚至有一些人還無法擺脫 罵出話的習慣 現代有很多基督徒 都像所羅門王一樣 我們也被外邦女子誘惑 妻妾成群 這些妻妾是誰呢 就是財富 權勢 娛樂 遊戲 美食佳養 還有名牌奢侈餅 甚至有一些不健康 或者不道德的人際關係等等 然而我們一直卻樂在其中 沉醉得無法自拔 我們的心開始仰慕追求這些妻妾 我們的心沒有保守住 於是就漸漸地遠離了上帝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保守我們的心呢 我們有沒有不去接近任何的試探 不去嘗試任何的禁果 我們也不要輕易地挑戰上帝的權威 我們不可以隨便輕易地 小小的問題 我們第一個尋求的對象是誰呢 是上帝嗎 是聖靈嗎 是基督耶穌嗎 還是我們自己 靠我們自己的本事來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呢 我們再看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節 短短的三節經文 我們一起翻開聖經來讀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特別有要求 今天的讀經要由大家一起來讀 可是在衛理工會的傳統當中 我們通常都是聽經文 我們沒有讀經文 也請PPT幫我開一下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節 就是剛才的那一段經文 那沒有PPT更好 我們可以直接打開我們的聖經 我們一起來念 十一章 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節 一二十七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 耶穌餓了 看見一棵無花果樹 樹上有葉子就過去 看是不是在樹上可以找到什麼 他到了樹下 竟找不到什麼 只有葉子 因為不是無花果的季節 耶穌就對樹說 從今以後 永遠沒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門徒都聽到了 短短的三節經文 記載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故事 耶穌基督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風風光光的騎著旅居 進入耶路撒冷 之後呢 他卻在耶路撒冷城裡面 找不到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 於是他只能夠住在伯大尼 那在這個早晨 耶穌基督就跟他的門徒 從伯大尼出來 走到耶路撒冷去 那在路途當中 耶穌餓了 怎麼耶穌會餓啊 這個四個字 耶穌餓了 其實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他除了是完全的神 他也是完全的人 我們人會餓 耶穌基督也是會餓 於是他就要找一棵 去找東西吃 所以他在路途當中 看見了一棵無花果樹 攒滿了葉子 卻一棵無花果都找不到 於是耶穌基督就做了一件 我們很多人無法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咒诅這一個無花果樹 永遠無法結果子 馬可為這一個無花果樹 找了一個藉口 馬可說什麼 這不是無花果的季節 但是其實這一句話 在馬太福音二十一章 並沒有這一句 是馬可自己加進去的 他為這一個無花果 找了這個藉口 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個藉口呢 因為我們要了解 在巴勒斯坦的無花果樹 它每一年可以結果兩次 第一次是在老枝上結果 而這個樹枝經歷過冬天 所以呢這個果子 我們叫做冬果 那第二次結果 就是在冬天過後 春天長出來的新枝芽 算結果 並且在夏季 夏天的末期成熟 所以這個第二次所結的果子 我們叫做夏果 由於它採收的季節 其實是重疊的 所以冬天夏天 甚至在其他季節 都有剩下的果子在樹上 所以在巴勒斯坦的百姓 幾乎一整年都可以吃到無花果 而馬可卻說 這不是無花果的季節 難道不是一個藉口嗎 更何況無花果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生長習慣 就是只要樹上有葉子 它一定會長出果子 聖經說 這是一棵長滿葉子的無花果樹 卻找不到一棵無花果 是一棵非常不健康 也不正常的樹 那在這一段 十二到十四節的故事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馬可福音十六十五 十一章十五節開始 就是耶穌跟門徒走進了耶路撒冷 他們來到聖殿 他們看到這個聖殿 非常的熱鬧 聲音響亮 可是這個聲音 卻不是歌頌敬拜的聲音 而是什麼 人們叫麥的聲音 牛羊鴿子的叫聲 於是 耶穌便推倒一切買麥的桌子 並且他引用了 希伯來聖經當中 以撒亞書五十六章七節 來教訓他們說 我的殿要成為萬國禱告的殿 你們卻使它成為賊窩了 之後 耶穌跟門徒 又沿路返回伯大尼 在路上 他再一次地遇到了 這棵無花果樹 被耶穌咒詛的無花果樹 他不過半天的時間 他就已經枯萎了 聖經記載說 這棵無花果樹 連根都枯乾了 表示不再有生命了 永遠就不能夠結果子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聖經記載 無花果樹 接近聖殿 又回到無花果樹 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所羅門王 他很有智慧 很有財富 並且指成復業 很火熱地為上帝建造聖殿 建立壯觀的音樂服飾 但是 所羅門王卻晚節不保 他離棄了上帝 這就是一棵 斬滿綠葉 卻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於是 以色列國在所羅門王的下一代開始 就是他的接班人 羅波安王 這時候 就分裂成南北兩國 主要的原因 會分裂的原因 也是因為 所羅門王在建造聖殿的時候 太過奢侈 並且他苦代奴役 導致那個時候的人民起義反抗 分裂之後 南北兩國也經常有戰爭 同族的人 本來明明都是以色列人 卻自相殘殺 最後 慘被滅國 落入了流亡被掳的下場 這就是 不結果子 不健康的無花果樹 最終 都要面臨的一個下場 就是接受嚴厲的審判和懲罰 今天我們有許多教會 都能夠聽到響亮的聲音 但是這個是什麼聲音呢 是叫賣的聲音嗎 還是我們真實敬拜的聲音 還是我們自我炫耀娛樂會中的背景音樂而已呢 在禮拜中的詩歌非常好聽 音樂的人 音樂人的演奏技巧一流 領唱的歌聲美妙動聽 甚至我們教會的音響設備也非常專業 燈光的設計非常華麗 我們所有的會眾都非常投入在音樂聲中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教會的電源關掉的話 請問我還有可能聽到會眾歌聲的聲音嗎 如果今天我要設計一場禮拜 是完全不使用任何的樂器 不使用任何的麥克風 不使用任何的音響設備 甚至我不要用PPT的話 請問會眾你們還能夠開口歌唱嗎 在你的頭腦裡面 可以唱得出哪幾首詩歌呢 不用看歌詞的話 這就是我們今天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當教會的禮拜結束之後 我們走出教會進入了生活 我們就已經忘記了我們早上所唱的詩歌 我們在我們生活當中 也不再去唱這些詩歌了 更重要的是 我們所唱的內容 在實際的生活當中 又能夠做到多少呢 我們如果是經常自我陶醉的 在禮拜中的歌頌讚美 聲音響亮 但是對我們所唱的一無所知 甚至一唱完就立刻忘記了 那我們就是一顆 展滿綠葉 卻無法接果的無花果 我們只不過是須有其表 卻沒有發自心靈 按著真理的敬拜 我在台灣神學院讀書的時候呢 我們學校每個星期二都會有一場禮拜 為什麼是星期二呢 因為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所有神學生都要到不同的教會服侍 那禮拜一就是我們所有人的休息天 那禮拜二學校就gather 我們全部的學生跟老師們一起做禮拜 所以我們有自己的禮拜 那在神學院的禮拜當中 大部分的禮拜都不會用powerpoint 而是老師會將所有的起印文 導文 代導事項 以及重要的報告事項 都印在禮拜當上 我們也一定要用實體的聖經 就是紙本聖經來做禮拜 我們在神學院是絕對不可以用電子聖經的 做禮拜的時候 你上課的時候 你用電腦無所謂 但是做禮拜的時候 學校要求我們一定要用紙本的聖經 而這一個禮拜當 它其實更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要很專心的留意 接下來要做什麼 要念什麼 要唱什麼 要唱 還是要做 全部都寫在了禮拜當上 而這個禮拜當呢 也方便我們每一個人在聽到的時候做筆記 而我們的筆記就是我們的功課 所以我們要做筆記的 而且我們把這個禮拜當帶回家 還能夠繼續默想裡面的詩歌 歌詞以及隨時查看報告事項 所以在學校裡面你絕對不可以說 禮拜沒有報告 因為所有重要報告都已經印在禮拜當上了 這個禮拜當也幫助我們在室內、室外 有電、沒電的時候都可以做禮拜 因為我們的禮拜不是每一次都在禮拜堂的 有時候我們也在戶外做禮拜 重要的是我覺得禮拜當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不會因為PowerPoint按錯 而影響我們會中唱錯歌詞 因為所有的歌譜跟所有的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第四節的歌詞都印在禮拜當上了 那除了用禮拜當我們也會 禮拜當跟十幾的聖經 我們也會有聖詩本 而詩根本裡面的歌譜其實也可以幫助 我們的會眾慢慢學會看譜 而不是只看歌詞而已 所以有很多神學生、我的同學 他們是完全不會看歌譜的 在經歷過這兩年的禮拜之後呢 他們就慢慢的想要學習看歌譜了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很神奇 怎麼你可以打開歌譜 不用伴奏 你就可以直接把一首歌給唱出來 而且還可以唱四部和聲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但是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基本的功夫 其實科技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發明 也是為世界帶來許多的便利和改善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太依賴科技 我們就會變成非常被動 我們是坐著等著讓科技來服務我們 一旦科技出錯 我們就手足無措了 我們太過依賴科技呢 也導致今天很多基督徒 不再翻開聖經了 因為所有的經文已經打在 PowerPoint上面 結果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只看得到這一段經文 我們就很容易斷章取義 因為我們讀聖經 一定要看上下文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今天我要求大家翻聖經 我們不能夠只停留在 那個無花果樹的故事 我們要看這個故事之後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在音樂歷史當中 過去最好 最出名 最優秀的音樂家 他們大部分 我們可以說99% 都是在教會裡面全職服侍的 而教會也是在 當時候的社區當中 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音樂學校 許多的人如果要學音樂 就一定要去教會 拜師學藝 甚至當時候的教會音樂 也成為了外面 屬式音樂的流行指標 以前的人如果要聽高水準的音樂 就是去教會 免費的 而今天的教會呢 我們很可惜 越來越少人會看譜 因為PowerPoint只有歌詞 沒有歌譜 所以我們就覺得 沒有必要再學會看歌譜了 只需要聽唱 然後看歌詞就可以了 而且很多教會呢 還要從外面 苦苦的去尋找音樂服侍同工 因為教會裡面 竟然沒有人 能夠站出來 為教會服侍 而很多教會音樂 也不斷的被 屬式的音樂文化 牽著鼻子走 今天如果我們要聽高水準的音樂 我們還要花錢 到外面的音樂廳去聽 請問 我們的教會 真的是在進步嗎 這是我們 應該要結出的果子嗎 還是我們已經逐漸的退化 成為一顆 長滿綠葉 卻無法結果的無花果樹呢 我很榮幸在今年 吃到兩種無花果 一種是曬乾的無花果 是剛好我有一個同學 他去以色列然後他帶回來的 乾的無花果 然後另外一個 我竟然在儀保一間餐廳 找到它的水果拼盤 竟然會有新鮮的無花果 還蠻貴的 這個無花果很好吃喔 非常好吃 你一定要去吃 非常甜 比蜜還甜 無花果是非常有營養的水果 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有很多礦物質 上食纖維等等 它的好處呢 可以促進消化 可以改善血管 還有心臟的健康 還有可以抗發炎 可以降血壓 降血糖 甚至它是低卡路里 非常適合減肥 而且常常吃無花果 也可以養顏美容 改善法質 甚至可以減輕更年期的症狀 它的好處多不勝均 因此呢 無花果又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叫做生命果 生命果 而且在古希臘的時代 無花果也是所有的奧林匹克運動員 他們在訓練的時候 必吃的水果 在這個素食主義的時代 我們現在房市都要快 要方便 要便宜 甚至要免費 其實我們真的要非常小心 教會絕對不能夠變成一間快餐店 我們會眾呢 也不能夠只是每個禮拜 快快地來做禮拜 做 做著做禮拜 然後向上帝打卡 報到 我們就充滿地離開教會了 耶穌為什麼用這一棵 無花果樹 來教訓門徒 就是因為他要我們成為一棵 不但長滿綠葉 還要能夠結 無花果的果子 而且是一個要結出非常優良品質 並且是有豐富營養的果子 在基督教裡面 我們各種聚會 不論是主日禮拜 婚禮 商禮 還是什麼週年紀念 或者各種各樣的教會節期 你們都會發現 教會的禮拜聚會 一定會唱詩歌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上帝祂賜給我們生命氣息 使我們可以開口歌頌讚美祂 傳揚祂的作為 我們一起來念一下西伯來書十三章十五節 請大家翻開西伯來書十三章十五節 西伯來書十三章十五節 我們一起來念 一二三 我們應當借著耶穌 常常以送账為祭 獻給神 這是那聖任他名的人 嘴唇所結的果子 這就是我們嘴唇 應當要結的果子 但是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嘴唇所結的果子 有沒有豐富的營養呢 會不會討神的喜悅呢 而我們又要如何衡量 這些東西呢 那我們現在又要看另外一齣經文 就是在哥羅西書三章十六節 哥羅西書三章十六節 這是一段 所有的音樂服侍同工 一定要會背的經文 哥羅西書三章十六節 我們一起來念 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理 用詩篇 讚美詩 靈歌 彼此教導 互相勸誡 以感恩的心 歌頌上帝 這一段經文是教會音樂的核心指標 教會的敬拜 如果要結出優良品質 有豐富營養的果子 首先我們就要先注意 我們怎麼選歌 在這裡面呢 就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模範 目前很多教會 一般上如果要選歌呢 通常都是由領唱來選 而不是由牧師來選 所以常常很多領唱 他們就會按照自己的喜好 或者自己曾經學過唱過的歌 甚至有一個教會很體貼 他們會看看會眾的口味 選唱會眾喜歡的詩歌 或者去找一些最新出版的新歌 以及最流行最受歡迎的曲風 但是這是符合聖經教導的嗎 所以在哥羅西書3章16節這裡提到三種歌 我們要唱 第一種就是詩篇 什麼是詩篇 並不是我們在旧約聖經當中的詩篇而已 而是所有的歌詞 直接引用聖經經文的詩歌 我們都叫做詩篇 因為這樣子的詩歌可以幫助會眾 越唱越記得上帝的話 上帝的真理 另外一種詩 詐美詩 在和和本 舊版的他們叫做宋詩 那新修版的就叫做詐美詩 什麼叫做詐美詩呢 就是神學家或者詩人 他們改寫經文 重新改寫經文 並且要深入前出的教導一些 教會的教義以及聖經的真理 而所寫的詩歌 就叫做詐美詩 我們今天常常把它稱之為聖詩 那另外一種詩歌就是靈歌 什麼是靈歌呢 就是一些信徒 他經歷了一些特殊的人生歷戀 並且向上帝唱出他自己的信仰告白的詩歌 這些叫做靈歌 而大部分的靈歌 我們今天所說的靈歌 常常就會聯想到美國 我們也不要說黑人 就是非裔美國人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國人 他們所寫的一些靈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曾經被捆綁成奴隸 然後我們被解放之後 就經歷過這樣的經歷 所以他們就用他們自己的文化 African的文化 African的節奏 寫出的這些靈歌 我們今天統稱黑人靈歌 但是一般我們今天都不用黑人白人 我們就用靈歌就好 所以詩篇 詐美詩 靈歌 各種層面 不管是從聖經 從神學家 比較理性的 還是從個人經歷 比較感性的方面 我們都要唱 只有按照這樣子的 合乎聖經的選歌原則 我們才能夠讓我們每一場的禮拜音樂 承載著豐豐富富的真理 透過各種各樣的詩歌 來教導 勸誡 牧羊 我們的會眾 所以一場 教會的禮拜 我們不能夠只唱聖詩 我們也不能夠只唱短詩 而且我們也不能夠只唱 同一個出版團體 所出版的詩歌 我們要經常選擇 來自不同創作團體 或者出版團體 甚至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 甚至要有不同語言 然後這些詩歌內容 有舊約 有新約 而且要符合禮拜主題的詩歌 各種各樣的詩歌 我們才能夠把基督的道 豐豐富富的 存在每一個會眾的心理 用各樣的智慧 聯合各個年齡層 各種種族文化 各種家庭背景 各種教育背景的會眾 我們才能夠在各種各樣的詩歌當中 彼此教導 互相勸誡 而且要帶領所有的人 同心合一的敬拜上帝 這才是我們教會音樂 應該要接觸的 豐富營養的果子 衛理工會有兩棵 果實累累的無花果樹 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就是John Wesley 和Charles Wesley 約翰衛斯里和查爾斯衛斯里 衛斯里兩兄弟呢 他們是高敞量的聖師 作家 在他們的一生當中 我們可以找得到的 有紀錄的 總共有最少六千首聖師 今天我們 會唱幾首? 我們是衛理工會的會友 我們在聖師學者 也把衛斯里兄弟 所寫的聖師 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稱 叫做 Biblical Mosaic 經文馬賽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善於 透過文學手法 改寫經文 而且在一首詩歌當中 他們會引用多處的經文 一定會有舊約 也有新約 而衛斯里兄弟 他們在18世紀 這一個強調非常理性主義 以及非常重視科學根據的 啟蒙運動當中 他們卻藉著這樣子感性的音樂 承載著理性的真理 並且在一場又一場的 露天佈道會當中 透過他們的詩歌 透過他們的佈道信息 為上帝贏得了許多 絲善的靈魂 也成就了18世紀 福音派教會的大復興 而衛斯里的聖師 其實也是非常適合用在 各種各樣的教會禮拜 福音佈道 以及各文靈修查經 裡面使用 但是很可惜的是 這六千多顆寶貴的五花果 今天已經逐漸被教會忘記了 教會不再珍惜 這些豐富營養的果子 我們卻轉向上網 去尋找這些免費 而且營養簡單的 並且是走在潮流尖端的快餐 因為我們不再需要花時間去備料 去噴條 我們只要把它們放進微波爐 按下按鈕 等兩到三分鐘 我們就可以吃了 許多教會的詩歌 音樂服飾人員 都非常喜歡這些 不需要花很多時間練習 或者排練的詩歌 他們只需要按下按鈕 聽個兩三遍 就可以學會唱這些詩歌了 我們想要追求快速效率 我們卻常常忽略了 去過濾以及選擇適合的歌詞內容 我們也不再願意花更多的心思 跟時間去探索 或者學習不同時代 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 不同主題的詩歌 我想問我們今天活在馬來西亞 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教會 華人教會當中 我們一年五十二個禮拜 我們有唱過馬來西亞的詩歌嗎 沒有 那等一下我們有一首馬來文詩歌 剛好也要接近國慶日了 所以我們用我們的國文 國語來唱一些詩歌 等一下我們就會唱 我們對上帝的了解 一定要深入 透過這些豐豐豐豐的詩歌 深入去了解上帝的作為 這樣子我們的生命才能夠結出 豐盛的果子 或許大家也會發現 今天的禮拜 程序跟平時有一些不一樣 是我提出的一些修改的建議 因為我希望我們每一次 來到主日禮拜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們都要明白其中所有的意義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敬拜上帝 例如今天早上的宣照 我讓師班起會種印 對不對 那很開心我也聽到大家 非常洪亮的聲音 為什麼我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我要鼓勵大家 有更多的參與跟互動 可以同心合一的聚集敬拜 而讀經的時候 我也希望全部人可以同聲開口讀經 而不是只是聽一個人讀而已 因為既然上帝赐下 聲音給我們 並且赐給我們有文字 有閱讀的能力 我們就應該親自誦讀 更何況我們的聖經 已經翻譯成為我們的 所熟悉的語文了 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也好 甚至在台灣他們也有福建化的聖經 台語聖經都有 我們都可以開口用各自的母語 各自熟悉的語言 來誦讀上帝的話語 而會中的讀經的聲音 唱詩的聲音 禱告的聲音 就是我們教會應該要有的生命之聲 當師班或者讀唱老師在歌唱的時候 我們也不再說詩般現實 我們改成用詩歌默想 因為他們在唱的時候 雖然我們沒有開口唱 但是我們也可以主動地去看這些歌詞 去聆聽他們的音樂、歌詞 我們也要主動地去思考 動動我們的頭腦 到底上帝要透過這些詩歌 對我說什麼話呢 而奉獻 教會的奉獻 以前是在講道之前 那我今天特別刻意安排在講道之後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聖經來說 奉獻是我們回應上帝話語的一個實際行動 如果我們還沒有領受上帝的話語 那我們又要如何回應呢? 所以我們是先聽道 再回應上帝的道 所以我們是先聽道 之後再奉獻 我們必須要清楚地了解 我們在禮拜中的一舉一動 所代表的禮拜學的意義跟邏輯 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 參與在我們的禮拜當中 而不是例行公式的做禮拜而已 如果我們對我們所唱的 所念的 所做的 我們都一無所知 我們只不過是 盲目地按照傳統禮儀來做的話 那豈不正是一棵 長滿葉子 卻無法結果子的五花果樹嗎? 禁拜應該是要有智慧的 清清楚楚的 而且要有活力的 有生命力的 主動的參與 而最直接的參與方法 就是在每一次的禮拜當中 大家開口歌唱 開口讀經 開口祷告 要獻上我們嘴唇的果子 來送上帝 傳扬上帝 這就是為什麼 從古至今 我們的基督教 禮拜一定會有音樂 一定要唱詩 一定要讀經 一定要禮拜 一定要禮拜 在亞先知 為以色列民百姓 所寫的一個 懇求之歌 或者懇求的祷告 六十四章八到九節 我們一起來念 耶和華 你是我們的父 我們是你 你是陶將 我們都是你親手所造的 耶和華 求你不要大發震怒 也不要永遠記得罪孽 求你垂顾我們 因我們都是你的百姓 我們或許常常不小心退化 成為一棵 長滿綠葉 卻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而我們也必須要非常小心 謹慎我們的敬拜 因為主耶穌 祂會咒詛 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 但是我們可以學習 以色雅先知的禱告 我們要主動的 來到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承認 我們有許多的軟弱和不足 並且尋求上帝的幫助和怜悯 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只不過是你 我們必須要將自己 全然交托在陶將的手中 讓上帝親手 逃造我們 成為和他心意的親 現在我也邀請大家 安靜 我們花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向上帝祷告 我們要主動開口 尋求上帝的旨意 看看 上帝有沒有感動你 參與教會的音樂事工呢 不論是讚美團 還是師班 還是師班 師琴 還是後面的音控人員 還是我們禮拜的招待員等等 如果你有感受到上帝的呼召 那就請你趕快回應上帝的呼召 他一定會親自裝備你 使用你 我們也要求上帝親自逃造我們 教導我們 引導我們的一生 幫助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可以多結果子 結好果子 靠著他的大能 我們可以得到豐盛的生命